菩萨不为自己 为什么人呢 专为六道里面的苦难众生 烦恼习气非常之重 说佛很不容易 真正要想开悟 那实在讲 要很长很长的事情 法藏比丘 在思索方法 用什么样的方法 能教这些众生 早日陈旧啊 这一桩事情 一切祝福 实在讲呢 都是放在心上 想不出方法了 经教里面常说 幸福众生 三无差别 这个力量是相等的 我们的心 能够跟福 相应 这就有办法了 如果我们跟一切众生 这些烦恼 吸气相应 那真的叫无量节 没有出头的日子 这三个力量是相等的 看我们跟我们 看我们跟哪个结合 跟一切众生烦恼 吸气 结合的说 经上讲的话 不是吓唬人的 佛所说的话 句句都是真实 再六道搞轮回 要搞无量节 轮回太苦了 伸到天上 像是喘一口气 一口气还没喘完 又多落下去了 这一多落 什么时候你再出头 就不容易了 过去李老师跟我们说 实际上时间 它不是电法 跟我们讲地狱 地狱的一天 是人间多少年呢 两千七百年 地狱一天 是人间两千七百年 中国号称五千年的历史 在地狱里头 还不到两天 你就想到这多么可怕 地狱种类很多 时间长短都不定 我们在镜上看到 许多种说法 全是真的 看是哪一号地狱 佛决定没有忘语 所以了解四十真相 这六道不能住啊 这六道不能住啊 赶快离开啊 那么2012这个机会就太难得了 对我们学净土的人 要拯救 不能有丝毫 侥幸的心 老老实实 夜心念佛 万元放下 你看看 哪个人死的时候 能带得去什么东西 一样都带不去 连这个去口都带不去 何款身外之物 能不放下吗 放下去 一点没有牵挂 没有顾虑 没有留念 这样念佛 就是善道大师讲 万修万人去 一个都不漏 还在这个世界 念念是阿弥陀佛 我们也不忘记 念念的 帮助苦难众生 随便 不派你 有这个缘分 帮助一些众生 离苦的路 究竟的离苦的路 就是念佛 往生进度 这是真的 究竟 越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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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